我想要問問看說 我這三個月內 我可不可以 如果答案是 是 這一個等一下會 來 等一下 我學會算命了 我會這個單擺問是 真的 對 可是啊 每一個問題 怎麼樣 你有沒有興趣試試看 真的準嗎 要不然你先這樣子 你問一個你過去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上禮拜三喔 我想要偷看電視 請問我有沒有真的看成功 這一個如果它等一下動了 就代表它是 是 不一定 不是 好 我有沒有成功... 成功了 天啊 怎麼這麼準 來...那妳可以再那個 問一個問題 可是這次要收錢了喔 我這禮拜啊 我想要吃燒仙草 禮拜六的時候 我可以真的吃到嗎 燒仙草 吃得到耶 吃得到耶 聽到也真厲害啦 大師 先別說那麼多錢的部分 等一下 等一下啦 你如果這麼厲害喔 好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讓 親朋好友們 大家都來問事一下啦 走...我們趕快跟大家連線 線上踹科學 哈囉 各位我的科學智囊團們 我身旁的這個人 我的夥伴 他說呢 他練就了一個厲害的功力 就是呢 他可以讓大家來問事 要問什麼事情都可以耶 我想要問問看說 我這三個月內 我可不可以 各位先生 女士們 阿彎帶來啊 請看這邊 如果答案是 是 這一個等一下會 劇烈的搖晃 不是的話 這一個會劇烈的搖晃 不一定的話 這一個會劇烈搖晃 來 你太神奇了 我好注意到你喔 我不要自己願願要談戀愛了 你要脫胎了 天啊 怎麼好妙 回我這麼久了 太改人了啦 不然其他的 其他的人啊 有沒有什麼事情想問的 微笑 會不會中下一集的彩卷 好耶 不是啦 這樣答案是 這樣子答案是什麼 你三個都在那邊亂控了你 哪有 對 我跟你講 這三個我都可以好好控制好不好 不信你再看 是的這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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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一定的這一個這樣子 有沒有 不一定的這一個有沒有 我叫他動哪一個 他就動哪一個 哪有說什麼得意忘形 是不是完全就拆穿他的 穿包 穿包 他拆穿就是 他說 就不讓他自己都承認了對不對 不過說實在的耶 你們覺得 為什麼他這個單板 會這樣子甩來甩去的 是不是角度啊 就是 就是拿的那隻手 要不然你們來控制我 然後我照你們說的做 那如果左手搖 會不會是下面那個長的那個搖 音樂 什麼 中間的搖得比較多 所以不是像 家庭 Suk 我如果 畫上面的線咧 用手指 這樣子是可以的 但是我剛才整個都是這樣拿的啊 是捲那個繩子嗎 就是轉棒子 這個方法有用耶 有沒有... 我在想是不是它 有高低差 然後讓它轉有 劇烈跟不劇烈的程度 這個部分沒有一定 還好想要破解我 也是沒有這麼容易的 真的耶 好強喔 我突然太煮了 天啊 那不然我們就一起來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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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太陽但是好 柯璇妹 忽然真的很厲害啊 他這個溫室單白啊 剛剛好神奇喔 他要誰動就可以動 重點是他的手都沒有動耶 手沒動 對啊 那要不要再重新試試看 我希望 我的額頭不要這麼亮 這個 有沒有辦法完成呢 可能是沒有辦法耶 柯璇妹 怎麼覺得有點浪漫 欸 不行啦 趕快告訴我答案 什麼啊 趕快告訴我答案 你自己看嘛 你真的不行了啦 王柏遠 根本來說你的手其實就還是 有一點微微的在動 只是說你剛剛一直在那邊 講話嘰哩呱啦的 就聲東即西耶 讓我們都沒有發現啊 對啊 因為我跟你講說 我都沒有動手啊 我都沒有動啊 其實這個時候我還是有在動啊 你看 真的是耶 錢還我 錢還我 這個單白真的很神奇吧 對啊 而且說真的 那你真的操控得很好耶 教我 教我耶 小王 真正的專家在這裡啦 謝謝妹 好 接下來示範一下 怎麼讓這個單白晃起來 我們先來看 讓這個短的單白先晃起來 他按著我的動作 好 好 你看他的頭 對 對 我的頭擺動的一個狀況 會影響到這個單白晃動的一個情況 對 原來科學妹的頭也可以當作 讓他震動的 我們來看一下中間這一根 好 我讓他晃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 單白晃動的一個頻率 跟我的頭 手晃動的頻率是一致的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再來 好 最後來這一個最長的 要有點感情喔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No Yes Please OK OK 有耶 OK 我知道了啦 學校就是你的頭要去擺動 但是這個擺動是有差的喔 最長的這個單白呢 頭擺動的頻率是最慢的 然後 最短的這個單白呢 頭擺動的頻率是最快的 對吧 聰明 我試試... 那我就讓這個最長的來動喔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Yes I love you Yes I love you Slowly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覺得瑋瑋妳好像還沒出師耶 什麼三個都在動 科學妹 瑋瑋的問題出在哪裡啊 紅的擺腸 它的自然頻率都不一樣喔 擺腸長的它的頻率會比較 小一點 慢一點 而擺腸短的 它頻率會大一點 快一點 科學妹 你有一直講到說 那到底什麼是自然頻率啊 自然頻率呢 就是任何一個物體呢 自然而然晃動前的頻率 任何物體其實都有它的自然頻率喔 舉個例子 像我們在攝影棚這邊的一個桌面 桌面本身就會有它晃動的一個 自然頻率 金屬有金屬的晃動頻率 你也有你的自然頻率 我有我的自然頻率 我只要練就得像那個 自然頻率跟它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它就會晃得越厲害對不對 是的... 很厲害 以這一個念力百來為例呢 我們手的搖晃帶動了這一個 單白跟著搖晃的現象 在科學上我們就稱它為共振 好 我知道共振 就是當兩個物體啊 它們的振動頻率相同的時候 一個如果發生振動的 另外一個就會跟著振動 這個就是共振 共振的話呢 必須符合三個要素 第一個呢 是振圓 第二個呢 是介質 第三個呢 是 共振體 或是被振動體 那這三個要素呢 都必須要符合 相同的頻率 共振才能達成喔 喜歡這則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分享喔 發表 ES